9月4日下午 中国著名书法艺术家 沈昭明一行 在结束了在美国东部的 书画展览之后 特别来到美国中华艺术宫 参观访问 受到了艺术宫创办人 卢安博士的热烈欢迎 并由著名书画家孙小华先生 以湖州老乡的身份 发表了欢迎词 非常欢迎圣老师 来自我的故乡湖州 太湖之冰 在洛杉矶我25年来 第一次真正的遇到了 我自己的出生地 太湖之冰的湖州的艺术家 沈昭明大师 非常开心也非常震撼 圣老师在文化艺术公园 交流 我们洛杉矶的艺术家 都感到非常的期盼 来美国的一个艺术之旅 也今后多多欢迎 沈老师不断地带祖国的艺术家来 在洛杉矶跟我们华侨的 美国华人的艺术家进行多交流 推广中国的文化 陪同沈昭明先生 闲来进行交流的 还有美国华人总商会会长 成员 美国唐都饭店连锁企业 杨总经理 和深圳科尔达集团前董事长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 双方达成了进行互相交流的协议 书法艺术家 盛昭明一行访美 是引邀参加弗吉尼亚 艺术博物馆的中华艺术展览 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而来 联媒展示的还有两位美国艺术家 盛昭明以书法建长 盛容以山水花鸟为墙 他们的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东部七天展览结束后 由风尘仆仆来到洛杉矶 进行文化交流 因为我到了美国进了中华艺术宫 太震慨了 因为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中华的元素 包括那些家具都是中式的 很有情绪感 我是这一次也是第三次到美国来 参加一些中美的交流 第一次我是2001年在华盛顿 第二次是14年 因为联合国总部 就将要成立 70周年 我给他们写了四个大字 白鸟巨巢 盛昭明为中国当代著名 巨笔书法家 2006年在多花亚运会 闭幕式的广州10分钟表演上 用一只30多公斤重的虎笔 写下和谐亚洲四个硕大汉字 每个字大约16平方米 2001年 他在首届国际胡笔文化节上 用163斤的巨笔 在600平方米的筹笔上 书写胡笔二字 获得上海大世界吉尼寺证书 记录保持至今 全美电视台记者 采访报道